冬天能不能给下山做换盆 答案呢 是肯定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新手 我不太建议你在冬天换盆 不过说到能不能换 肯定是能换的 我手里这两颗三个木比较小 大概也就是在年初左右的时候 种下的 到现在应该也就是大半年的时间 我手里这一颗 枝叶比较多 根也是比较多的 这一颗呢就差一点了 枝叶少 根也比较少 正常来说这一颗呢还不能换 枝叶还比较少 根也比较少 但是我两颗是种在一个盆 所以没办法 在给它换盆之前 先把这些以后用不到的枝叶先剪掉 比如上面这一段 我感觉太直了 把它剪掉 剪下来的也不能浪费 像这种大叶子的枝条 稍微减少一点叶子 留几片叶子 然后拿去承插 存活力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种的这种小三个木比较多 为了节约成本 前段时间我就买了一批这种黑色的塑料盆 种树之前 现在底下铺一层 比较大的颗粒 底下铺一些大的颗粒 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造成积水浪根 然后再把树放进去调整角度 这种下山庄刚种活的树桩 在换土的时候 有一点要注意 在靠近这个树根的地方 我们给它填一些下山庄换出来的土 这些土它本身就是拿来种下山庄的 它和这些根是比较亲和的 在靠近根部的地方 给它填一些进去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树桩更容易浮盆 以减低我们再换土造成死亡的风险 上面呢 我们再给它填上我们种树桩用的土 我种树桩用的土呢 主要就是风化石 加上一些核砂 还有一些蚯蚓蚓 大概的比例就是风化石六成 核砂两成 蚯蚓蚓蚓两成 其实这些比例都不是什么固定啊 只要你所用的土够疏松透气 而且也有一定的养分 这个土呢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土 有钱而且嫌麻烦的 你就可以直接买西域土 都很好的 其实庄养的好不好 盆景养的好不好 土只是一个小因素而已 这样要把一棵树养好 一个盆景养好 它是有很多因素的 不用飞的咬住这个土不放 后面的浇水啊 管理啊 沙虫啊 除草啊 治病啊都是很重要的 哪一步都是缺一步可的 所以大家不要非得咬住这个土不放 你手上有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保证你这个土够疏松透气 最好呢 还有一定的肥力就够了 树种好之后我习惯给它铺一层水苔 铺这个水苔的作用也很多 一来可以给盆土起到一定的保湿作用 第二可以防止你浇水的时候盆土溅出来 第三呢 稍微看起来也美观一点 怎么也比直接看了那些土好看一些吧 而且这个水苔如果是在春夏季节一份足的话 它还是可以复活的 这种是干水苔 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直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连接进入购买 买回去之后要用的时候直接抓一把用水泡一泡就可以用了 铺好水苔之后就可以浇透水 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 出太阳了 水浇透之后就给它搬到那些稍微暖和一点的地方 虽然缓上最起码半个月以上 到时候看到整一个树没有什么问题了 才能把它搬到外面来正常养护 这一步很重要啊 一定不能放在外面被风吹 这种天气很容易干了 还有这一节随便找一个盆空的地方把它插下去 虽然是个质感但也不能浪费不是 活不活就靠它制止了 好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记得点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